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和你有关系吗 你现在刚刚做完手术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往外面跑 送你回来那个男人是谁 以前公司的一个同事 同事 子林 你到底什么时候 怎么站在我的角度上为我想想 为你想 为你想的结果 就是把我肚子里的孩子给打掉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 我现在事业刚刚有起色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添乱 添乱 你觉得我现在还是在添乱是吗 孩子不是已经都没了吗 我还能听什么乱 我知道你不好说 这样 你再给我两年时间 就两年 到时候咱们好好计划孩子的事情 好不好 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咱们好好计划孩子的事情 你这些人都没有 你这些人都要 我了 你这些人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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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 我了 不会怀不了的 想要以后我们肯定还会有 是吗 你知道这是第几次了吗 你知道会有多少次 是在浴室进行过来的吗 浴室 什么浴室 因为贫血 贫血 怎么会贫血 是啊 我也想问一句怎么会贫血呢 方航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哪 你在哪 这么多年了你有在乎过我吗 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需要被人他非让偶套跑 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我们分手吧 我告诉你 你别把自己说的有多委屈似的 我要是不出去工作 你吃什么喝什么 谁不想天真在在在家睡大觉啊 我让你在家过着少奶奶的生活 你现在反倒不乐意了是吧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不在家这些天 你在外面没少勾搭男人吧 你个疯疤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我有什么资格 如果不是 你干嘛这么几公分啊 我看说不定早就和别人好上了 你 对 我就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就是说信仰话了 那又怎么样 这都是你逼我的 所以跟紧的吧 犯了各走各地 对谁都好 你给我回来 话还没说清楚往哪走啊 这种果然都是一样的 都他妈一样的 你干什么 你放开 你放开 怎么 在外面和人玩就行 和我不行是吧 你放开我 我刚走完手术还不到一个月 你是不是 你知道自己刚做完手术 不照样往外跑吗 今天我倒要是看看 你外面那个厉害 他妈还是我厉害 笑什么 都不是外面那个厉害啊 因为别的男人 比你更多的什么叫爱 你 我只知道你从来都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我没想到你居然已经见到这个地步了 怎么 你以为死拽着衣服我就没办法了是吧 今天就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该怎样当好一个女人 我看着被死的气味把露的衣服 笑我笑我 笑我 你怎么不喊了 不喊了 不喊了 给我叫 给我喊 你个王八蛋 你个王八蛋 我躺在窗上 全身感觉不到一丝温度 我躺在窗上 却有一股刺人的寒冷 深入骨髓 心如荒漫 我看不到一丝神气 刺激一半 看着手睡到枕边人的脸 突然觉得是那么陌生 我 仿佛这五年来 我都不曾真正认识过她 我 我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一饮而下 我这手中的酒杯 看着窗外的月亮 突然觉得它是那么明亮 那么圆满 你干什么呢你 喂 怎么就碎了呢 连一个酒杯都拿不住 我真是没有 自立 你大半夜的自言自语 说什么呢 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想怎么静留心 你能不能先把玻璃 玻璃碎片留掉 万一伤到你怎么办 伤了我 她怎么会伤了我 能把人伤了的 从来都不是这些 怎么 你是怕我会做傻事吗 你先把她放下 听话 好不好 把她放下 听话 我这几年就是太听你话了 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 都永远打消不了 你心里对别人的怀疑 我累了 我 放心 我不会那么傻 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再说了 你不是说我外面还有很多男人吗 我怎么舍得就这么死了 自立 我没有猜忌你 我只是 只是 我明知道你不会背叛我 可我 我 我承认 我有些方不想过去 因为她 我甚至开始不再相信你了 但是直到遇到了你 我知道 自立 我知道我对你有些不公平 这些我都改 好不好 碎了就是碎了 即使再想弥补 也不可能会回到从前的 你看啊 窗外的月光多美 我还这么年轻 怎么可以死掉 自立 你不要这样 陪我喝一杯吧 好 我去拿杯子 这杯酒 就当是祭奠那个过去的我吧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谢谢你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 都说 我 越有上险 上险和下险 真也有悲欢离合 但是不管再怎么样 月亮总会有圆的事故 就像圆满的人神 也是需要自己去把握的 自立 自立 你 你别这样好吗 你有什么事你说出来 你你你这样我我我我看着渗透我 什么过去的你 你说什么呢 啊 你说得对 女人总是要求太多 这样不好 好 你电话怎么了 怎么不接啊 那个 公司的人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么晚还打电话 自立 你 我明天还有个会 我喝完这位就去睡了 你如果真想喝 改天我再陪你 啊 无所谓了 你去吧 待我想另外问候 好庄团团怎么收起它来了 我送你的那对袖口 你一直找不到 后来是内娜帮你送回来的 啊 这个 啊 那个 可能是我不小心调公司 然后被他给捡到了 嗯 嗯 你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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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呢 家里怎么这么着 怎么这么啊 子凌 嗯 你怎么了这是 啊 亲爱的 你看你的红色力胸去美吗 哈哈哈 你手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好开心 哈哈哈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你说这个啊 这可不是普通的言 什么意思 把所有的烦恼都给忘了 哈哈哈 子凌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哈哈哈 你想不想试试啊 可能让你很快乐 来 你 你离我远点 你离我远点 哎 你嫌弃我 哈哈哈 可是 她却不会 她特别喜欢我 哈哈哈 你说什么 她是谁 哈哈哈 你这么希望我在外面有人 所以 哈哈哈 她果然听你要好得多 哈哈哈 你这个妻子 你是故意惹我生气了是吧 啊 怎么会 为什么要生气啊 哎 抽一口 抽一口你就不会生气了 啊 你个妻子 我让你抽 你给我过来 过来 你放开 你放开 过来 你给我过来 我看看你现在这个鬼样子 你给我好好看她 哈哈 我的样子 哈哈 哈哈 我的样子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就敢力 哈哈哈 你不要再逼我 哈哈 说 你到底和外面的男人 都干了些什么 说 干了什么 还我想想啊 他心事纹我 然后脱我的衣服 然后 你说什么 你这个贱人 你说什么 你怎么贱人 贱人 每人都是一样的 都他们一样的贱 一样的贱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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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你就是一个贱人 说 说 你怎么不说话呢 子凌 子凌 死了 死了 不是我 不是我 不过我的事 不过我的事 一缕月光 透过窗户照在镜子上 镜子中 能清楚地看到 紫林的尸体 躺在地上 白色的落地窗帘 随风飘起 恍惚中 有一抹诡异的笑容 从嘴角 微微勾起 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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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